大面積黃色土石 捲起煙塵 從山坡滾落到柏油路上 驚人場景 彷彿末至電影片段 重得台九線 蘇花公路入口處強震後 發生嚴重山崩 激怒下這顆的民眾不斷發出 驚呼要大家趕緊逃命 不過仔細一看 一輛手旅車 正好經過這個路段 一路向前行駛衝破土石煙塵 成功逃過一劫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從山崩處的對面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山體因為強震伴隨土石整片崩塌 這輛手旅車就從煙塵中衝出 意外的是車速騎時 並沒有外界想得這麼快 但這驚醒一瞬間的畫面 還是在網上瘋傳 更引起討論 有人說真的好想看行車記錄器的畫面 大多數人則是驚呼 這根本是電影實拍 沒有想到電影畫面 竟然在現實中上演 更有網友封車主為花蓮封敵鎖 車主傑後餘生 這款車也意外成為關注焦點 車廠機銷商更在社群發文 想尋找證明封敵鎖車主 煙霧瀰漫之中 穿出來一台車子 我們真的為他感到非常慶幸 結果一看網路上網傳 哇 原來就是我們的車主 想跟他聯絡到 然後順便幫他做個 我們想對他做一個關懷 可是目前這個車主有沒有 可能有受到驚嚇 還是從目前還在 我們還是循環之中 不只希望這名車主 帶著歷劫歸來的愛車 回到服務場徹底檢查 車廠機銷商也都歡迎災情 期間受損的車輛 回廠檢修並提供相關折扣 希望為災情造成的傷害 盡一份心力 華視新聞 黃瑞玲 蜀文 南信號新聞一傳 華臉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